接下来我们学习第二十点 第二十点 辅助生产费用的规矩和分配 它是什么意思呢 说的是 对一个企业来说 它的生产车间有很多 并不是每一个生产车间 生产出来的产品 都是对外于销售 并不是这样 因为有的生产车间 它是为其他生产车间服务的 比如说我们的供电车间 比如说我们的机修车间 像这些车间 它并不是直接向市场提供产品 供电车间发的电 它也不能够对外卖 机修车间提供的服务 它也不是推向市场 对于这些车间来讲 它们是为我们的基本生产车间 进行服务的 你看这个生产车间 生产的是A产品 另一个生产车间 生产的是B产品 它们要用电吗 要用 机器设备坏了 要修理吗 需要修理 所以 我们有的生产车间 是对类的 那么 请问同学们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对于这样 对类的 这种生产车间 它们的成本 应该 如何归及 好 大方向 他们回答我 对他们来说 也是为了生产产品 而存在 也是为了企业 正常的运作 而存在 所以 第一步 我们要找到它的 受益对象 那么 也有可能 是向管理总部提供 也有可能 向基本生产车间提供 所以 接着呢 我们需要把 这些车间 所发生的成本费用 在它的受益对象当中 来进行分配 可能 进入我们的期间费用 可能 也进入我们的产品成本 好 这第一个问题 思路要并且 那么 第二个问题 现在 应该 如何分配 应该如何分配 我们这儿呢 就有两种方法 第一个方法 叫做 直接分配法 第二个方法 叫做 交互分配法 首先 对这两种方法 进行一个定性 两种方法 都是 比例分配法 哎哟 谈到比例分配法 我们马上想到 三个字 因为刚才 我反复强调 特别强调 哪三个字 对了 分配率 一定要计算分配率 按照消耗 资源的这个比例关系 来进行 相关成本费用的分配 好了 接下来 朋友们跟上我的思路 直接分配法 交互分配法 我们都以介绍 什么叫做 直接分配法呢 来 假设现在 有个辅助生产车间A 和辅助生产车间B 对他们来讲 那是 为其他的基本生产车间 或者说其他的 收益对象 来提供服务 提供产品 不对外有销售 好了 那么 辅助生产车间A 假设 发生了八万块钱 的生产成本 辅助生产车间B 发生了四万块钱 的生产成本 好了 现在 我们需要把这个生产成本 分配出去 谁受益 谁就需要承担 好 对于职业分配法来说 你们记住下面 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 在 辅助生产车间之外 辅助生产车间 之外 来进行分配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A 辅助生产车间 它现在提供的产品 假设是一万度电 假设是一万度电 好 当然了 它还提供其他产品 在这儿呢 我们仅以 它的发电量 来进行分配 那么 现在这一万度电 它的设计对象 辅助生产车间 B车间 耗用了五百度 然后呢 基本的生产车间 生产产品 假设 耗用了 九千度电 接下来 管理部门 耗用了五百度电 那 这一万度电 耗用完了吗 一万 好了 那么下面 直接分配法 它的基本输入是 在辅助生产车间之外 来进行分配 那请问 如果说 就电力来讲 当然这个数字很不合理 假设发生了八万块钱 这八万块钱 在 哪些特定对象来分配 根据刚才的介绍 对于B车间 它是辅助生产车间 所以 不会分给它 分给辅助生产车间 之外的 受益对象 那行了 这八万块钱 就分给你 基本生产车间 就分给你 管理部门 那么怎么分配呢 按 你们耗用的比例 来分配为 这就是 直接分配法 所以机械词 来 辅助生产车间 A 以辅助生产车间 之外的 受益对象 为基数 来计算分配率 有了这个基数以后 把它所产生的费用 在辅助生产车间之外 的受益对象 来进行分配 好了 这是辅助生产车间 A 辅助生产车间 B 它也是同样的分配思路 那么 即便是 其他辅助生产车间 耗用我本车间的资源 所设立的相关费用 我也不会分配给你 我分配给辅助生产车间的 另外的受益对象 所以辅助生产车间之间 他们是一伙的 对吧 他们之间 不会进行成本的一个 相互分配 他们发展的成本 都全都一致对外 分给其他的受益对象 好 我们看一下下面这个提示 下面的提示 辅助生产车间之间 不承担辅助生产成本 并且辅助车间之间 也没有费用的分配 那么我们看一下 刚才这个图 辅助生产车间 A 它分配成本 是一条路 车间B 分配成本 是另外一条路 所以总言起来就是 你A 你走你的独木桥 我作为B 我走我的阳关道 我们之间 没有前后的联系 思路 倒是这个思路 具体 咱们怎么用呢 别着急 咱看题目 通过题目 理解思路 掌握方法 题目是这样的 是吧 企业由供电和机修 两个辅助生产车间 两个车间的辅助生产费用呢 分别是供电车间发生了8万块钱 机修车间发生了4万块钱 供电车间为生产甲乙产品 各车间管理部门和企业行政管理部门提供了17万度电 其中机修车间耗用了1万度 那么其他的事业对象 总共就耗用了16万度电 机修车间为生产甲乙产品 各车间及企业行政管理部门提供了5000个小时的业务量 就是啊 人家机修工人 哼哼哼哼一干 干了5000个小时 其中供电车间就耗用了1000个小时 采用直接分配法 分配此项费用 编制 辅助生产费用分配表 如下表所示 那么下面咱们怎么来编呢 来 编上我的思路 首先我们把前面的相关参数啊 放在这儿 那么供电车间自然对外提供的产品 那就是电力 那总共提供了多少 总共提供了17万度 在这儿 总共提供了17万度 但是根据刚才我们的一个基本思路 对于辅助生产车间成本费用的分配 那么我们是在辅助生产车间之外来进行分配 那请问同学们 对于供电车间来说 虽然它提供了17万度电 但是真正用于辅助生产车间之外的 有多少度电 有多少度电 只有16万度 为啥 因为机修车间 它作为辅助生产车间 它耗用了1万度电了 所以这意思 就供电车间来说 在辅助生产车间之外 它就提供了16万度电 它的过程是 就是生产假产品的车间 耗用了10万度 生产产品的车间 耗用了4万度 再呢 两者一合计 基本生产车间 就耗用了14万度电 那下面车间管理 又用了15000度电 好 这部分呢 是我们的制造费用的范畴 然后呢 我们行政管理部门 所耗用的 那是我们的机间费用 管理费用 耗用了5000度电 好了 这些数据都是已知参数 那同样的 机修车间 它总共提供的是 5000个小时的一个工作量 但是呢 我们的供电车间 就耗用了1000个小时 所以 就机修车间来说 在辅助生产车间 之外的收入对象 耗用了多少 那只能耗用4000 因为供电车间 原来是辅助生产车间呢 那么 它的一个耗用量 生产加产品的 基本生产车间 耗用了2500个小时 生产产品的 基本生产车间 耗用了1000个小时 所以 基本生产车间 就耗用了 3500个小时 那么车间的管理部门呢 耗用了300个小时 然后呢 我们企业行政管理部门 所耗用的 作为期间费用当中的管理费 耗用了200个小时 好了 这些都是一支参量 现在我们需要对成本进行分配了 我们用的是比例分配法 既然是比例分配法 咱就得计算分配率 分配率怎么算 同学们一想 我们现在 对于我们的供电车间 总共的费用是8万元 这8万元呢 实际上应该按照这些比例关系 分配给辅助生产车间之外 的事与对象 所以我们现在计算分配率 就应该用8万块钱 成本费用总额 再属于辅助生产车间之外 的受益对象 我反复强调这一点 他们耗用量 所以用8万再属于16万 每多电0.5元 分配率就算出来了 要是说 你用了我每多电 你就要掏0.5块钱 要掏五毛钱 那么基本上车间 生产假产品的这个车间 耗用了10万度 所以你就要掏五万块钱 你承担五万块钱的成本 那么 你产品的这个生产车间呢 你承担2万的 这个电力费用 那基本上车间 这两个行政家 承担的是 七万块钱 下面 这些制造费用 制造费用耗用的是多少 对了 耗用的是1万5千多电 每多电0.5元 所以对它来说 分配它7500 然后呢 我们的行政管理部门 耗用的是5000度电 对它就分配2500元 这样 我们刚好8万块钱 就在辅助生产车间之外 在税率下分配完毕 好了 这是我们的供电车间 下面我们看机修车间 对于机修车间来说 它的一个整体的成本费用 是4万 在辅助生产车间之外 所提供的业务量 是4000个小时 所以在税率4000 这样呢 得到分配率 10元每小时 10元每小时 好了 那接下来 有了这个分配率 10元每小时 那下面 对于各个 辅助生产车间之外的税率下 它们应该分配的成本 都就一目了然了 没问题 对于生产假产品的基本上车间 它就应该分 25000元 生产产品的基本上车间呢 分配1万块钱 这样呢 两者相加 分配3万5 那么接下来 车间的管理部门用的 制造费用 分多少 分3000 然后呢 行政管理部门 作为管理费用的这个部分 分多少 分2000 这样一相加 咱4万块钱 总体的成本 不就分配给了辅助生产车间之外的税率项吗 好了 这样分配完毕 那这样呢 对于我们每一个税率项 耗用辅助生产车间它的成本 就可以合计出来 比如说 咱这个假产品 耗用了供电车间 5万块钱 耗用了机修车间 2万5 所以这两者一合并 对于他所耗用的辅助生产成本 7万5 当然这个地方也可以这样合并 合并 合并 行了 这个表到此就全部填列完毕 好了 这就是我们的直接分配法 那么把这个表填完以后呢 我们也假装学会计 我们把这个账给它做出来 看一下它这个成本的一个规矩 到底怎么样 首先从代方来说 我们需要转出 转出辅助生产成本 供电车间对外转出的是8万块钱 而机修车间对外转出的是4万块钱 转出的对象 是辅助生产车间之外的社医对象 我们总共有四个 第一个呢 是基本上车间生产假 第二个呢 是基本上车间生产乙 这两者分别分配 7万5和3万 这前面两个设计对象 都在基本生产车间之间来进行分配 那么第三个设计对象呢 那就是制造费用 基本上车间他们的一种管理 分配多少 一万零五百 第三个呢 是行政管理部门 我们涉及到期间费用当中的管理费用 分配4项5 行了 这是从辅助生产车间 把他们的成本费用 结转到辅助生产车间之外的受益对象 OK了 可以了 没问题了 走 我们看一下直接分配法 它的一个特点怎么样 首先 对于直接分配法来说 简单不 简单 一步就到位 那朋友们听到现在 肯定都理解了 相信他们都理解了 很简单 但它的缺点呢 缺点也非常非常的鲜明 为啥 你看 你辅助生产车间A 你耗用了机修车间 耗用了一千个小时 这个耗用量确实不少啊 辅助生产车间B啊 它提供了五千个小时 你耗用了一千个小时 那么对你来说 就耗用了人家百分之二十的工作量 当然 辅助生产车间B 也耗用了我们辅助生产车间A 它的一个产品 现在我们都不管 他们之间的耗费 直接对外分配 说明什么 说明 当辅助生产车间 相互提供产品 或者劳务 差异太大的话 这个结果啊 往往就不太合理了 你比如说 现在 辅助生产车间 耗用的辅助生产车间B 假设 耗用了十万块钱的成本 十万 十万元 那么 B耗用A 只耗用了一百块钱 你不进行这样的一种交互分配的话 那对外分配出去 哎呀 这个差异就太大 怎么办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来 我们就有交互分配 交互分配两步走 第一步 辅助生产车间之间 进行第一步交互分配 你比如说 A车间 耗用了B车间的产品 B车间说 对不起 你耗用我的产品 那现在呢 我就要把成本分配给你 你就必须要承担一部分成本 那么A车间说 你要这样干的话 那我也这样干 A车间说 你B车间 你耗用了我的相关产品 耗用了我的相关服务 这时候呢 对不起 你耗用的成本是多少 我要截转给你 由你以来承担 好了 这是我们的第一步 第一步 交互分配 第二步 交互分配完了以后呢 才对外分配 对外分配的思路 完全就是前面的 直接分配法 那么第二步 依然是在 辅助生产车间之外 的设计对象 来进行辅助生产成本的分配 所以即使 交互分配 就要比我们的直接分配 是不是要复杂一下 当然了 步骤都有两个 当然要复杂一点 看下面的提示 在辅助生产车间之间 进行辅助成本的分配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 对外进行成本分配 第一 成本交互第一步 向外分配第二步 好 我们依然看题目 我们看下面这条题 这条题啊 多选题 我们来感受一下 车甲公司啊 有供电 燃气两个辅助生产车间 公司采用交互分配法 分配辅助生产成本 本月供电车间 供电20万度 成本费用了10万块钱 其中燃气车间 耗用了1万度电 燃气车间 供气10万吨 成本费用20万 其中供电车间 耗用了0.5万吨的燃气 下来计算当中 哪一个正确啊 哪个正确 来 先别看选项 现在我们是交互分配 对于交互分配来说 第一步 就是辅助生产车间之间 来算账 好了 我们先站在供电车间 对于供电车间来讲 他一看 哟 你这个燃气车间 你耗用了我的电 耗用了我1万度电 对不起 这1万度电的成本 要结转给你啊 那么 请问 1万度电 结转多少成本数据 好 咱们看啊 供电车间 它原本呢 是10万块钱 现在我们结转多少数据呢 好 同样要计算分配率啊 同样计算分配率 好 咱们一看 对于供电车间 本月供电20万度 成本费用是10万 所以 每一度电 是不是应该是 10万再除于20 每度电 是不是0.5 0.5元啊 我毛钱一度电 其中 燃气车间耗用了1万度电 所以 0.5 再乘以1 那对不起 燃气车间 请你过来 我现在就要分配给你 0.5万元的成本 那你看 供电车间 都把0.5万元的成本 分配给了燃气车间 在这种情况下 那是不是 就减掉 0.5万的成本了 而对于 燃气车间来说 它的成本费用是多少 它的成本费用 是20万 那20万 它就要加上 0.5万 就是 供电车间 把燃气车间 所耗用的电 所设下的费用 就分配给它 燃气车间一想 呦 你要把成本分配给我 来 咱们亲兄弟名算账 一算 你这种供电车间 你不也耗用了 我的燃气吗 耗用了0.5万吨 哎 来来来 我们算一算 那么 供电车间耗用了 0.5万吨的燃气 到底有多少的成本呢 那你一看 燃气车间 供气10万吨 成本费用呢 是20万 借此 它的分配率 20再次于10万 每一吨2块钱 每一吨就2块钱 你供电车间 耗用了0.5万吨 所以再乘一个0.5 这样呢 得到1万块钱 说明 燃气车间 应该向供电车间 结转1万块钱的成本过去 所以 供电车间在这加1万 燃气车间在这减1万 那行了 我们到第一步 交互分配就行了 那请问同学们 咱们的第一步分配当中 涉及到其他的收益对象吗 没有 其他的 什么基本上车间 什么管理部门 我们通通不涉及到 第一步 只是辅助生产车间之间 亲兄弟云算账 人家的家务事 好了 我们最终 供电车间 完成了这个 内部成本分配以后呢 它应该 对外分配的是 10.5万 而燃气车间呢 对外分配的 应该是 19.5万 ABCD 选啊A 供电车间 分配给燃气车间的成本费用 是0.5万 对吗 对的 你看 我们刚才第一步 不就分了0.5万 给燃气车间吗 下面 燃气车间 分配给供电车间的成本费用 是1万 这也正确啊 没问题啊 选C 供电车间 对外分配的成本 是9.5万 供电车间 对外分配的是多少 对了 10.5万 而不是9.5万 燃气车间 对外分配的成本费用呢 是19.5万 对吗 对 19.5万 对 好了 这道题 考上的就是 交互分配的第一步 来 看下面这道题 说企业 有供电和机修 两个辅助生产车间 数据和前面都一样 这个数据啊 咱就不念了 那么现在 用交互分配法 来分配 这些具体的成本费用 好 我们说 交互分配第一步 我们首先 看下面这个表 下面这个表 就是在进行交互分配 现在是交互分配 亲兄弟名算账 人家辅助生产 车间之间的家务事 所以你就不要考虑 其他的数据对象 只考虑 辅助生产车间 他们之间的关系 好 我们把前面的数字 放在这 对于我们的供电车间来说 我们提供了 17万度电 总体的金额 是8万块钱 机修车间 提供了5000个小时的 一个服务量 分配的金额呢 是4万块钱 好了 我们前面又提到 对于供电车间来说 耗用了机修车间 1000个小时 1000个小时的 一个业务量 世界机修车间 就转出1000个小时 你看 他不减了1000个小时吗 就转出1000个小时 转到哪去 转到 我们的供电车间去 而对于供电车间 它向机修车间 提供了1万度电 所以供电车间 就减去1万度电 转到哪去 对了 转到我们的机修车间去 好了 这是前面的相关资料 往上面一填 往下走 开始进行分配了 怎么进行分配 来 首先 我们来算一下 供电车间 它的分配力 它的分配力 就用总体的 带分配的金额 带出一个总体的 这个量 总体的一个耗用量 对吧 所以用8万 再除以17万度电 得到0.4706元每度 这就是我们的分配力 这也是我们 这个地方的单位成本 照提上去 0.4706 好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看一下 关于机修车间 机修车间 它的分配力 不也同样就算 它的单位成本吗 大概分配的金额 是4万 它提供的一个数量 是5000个小时 每个小时 多少钱呢 4万除以5000 掐着一算 8块钱一个小时 这样呢 两个分配力搞定 这是供电车间的分配力 这是机修车间的分配力 好了 有了这个分配力以后 下面 我们就可以 在供电车间和机修车间 两者之间 相互进行成本的一个节省 那请问 现在机修车间 机修车间 套用了你供电车间 1万度电 供电车间 应该分给机修车间 分多少钱过去啊 1度电 0.4706 那么1万度电 想象就该是 4706元 所以 供电车间 应该分出去 4706元 所以这儿呢 减去 负到4706 供电车间分出去 分到哪儿 分到机修车间去 那么既然是供电车间 要节转出去 4706 对于机修车间来说 它自然就增加了4706 这是供电车间 把机修车间 耗用的电力 所设置的相关成本 分配给机修车间 那机修车间说 来 你供电车间 你不也耗用了 我的相关工作量吗 你耗用的是 1000个小时 每一个小时 那可是8块钱力 所以基于此 现在机修车间 再分配给供电车间 请能不能告诉我 分配多少钱 节转过去有多少成本 对了 节转过去的是 8 再乘以这个地方的 1000 再呢 节转过去 就节转8000块钱过去 所以 机修车间 转出8000 供电车间 增加8000 那行了 好了 那我们的第一步 基本上也就结束了 对于供电车间来说 我们现在 这一宗 成本总额 那应该是 8万 再加上8000 再减去 4706 8000 机修车间 转过来的 4706 咱们转给机修车间 转出的 这样呢 供电车间 对外分配的金额 应该是这个数 而对于机修车间 对外分配的金额 那就应该是这个数 第一步 就已经完成 这完成了第一步 那么接下来 我们开始第二步 第二步 那不就是 对外分配吗 第二步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 直接分配法 借此 第二步 请同学们告诉我 他们的分配对象 是什么呀 分配对象 一定是 辅助生产车间之外 的受益对象 作为我们的分配对象 那我们看一下 第二次重新计算 一个分配率 以供电车间为例 辅助生产车间 之外的 设计对象 只耗用了 16万度电 在这地方 总体耗用 是17万度电 但是辅助生产车间 机修车间 耗用了1万度电 所以你看 这地方 你不能减去了吗 减去了 剩下的 那也是 辅助生产车间 之外的 设计对象 耗用了 16万度电 我们第二次分配 就要在辅助生产车间之外 的设计对象 来进行分配 所以 第二个分配率 就用 刚刚结算出来的 成本费用总额 再属于 辅助生产车间之外 的设计对象 所耗用的量 两则相处 又得到一个单位成本 又得到一个分配率 0.5206 机构车间 那同样的呀 分配的金额 我们已经确定出来 然后呢 辅助生产车间之外 的设计对象 耗用了4000个小时的工作量 所以 用 在分配的总金额 再属于辅助生产车间之外 它的一个耗用量 得到 单位成本 得到 机构车间对外分配 得分配率 9.1765 好了 我们 接着往下走 接下来 我们把这块 放在下面这个表当中 朋友们一看 下面 如果说我们把每一个受益对象 它所耗用的量 确定出来 不就搞定了吗 对于我们的基本上车间 对我们的制造费用 对我们的管理费用这块 他们所耗用供电车间和机油车间的一个产品的量 我们前面已经直接告诉 这些数据都是已知的 那么现在 用他们各自耗用的量 再乘以这个分配率 就得到他们应该分配的成本 包括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在乘以这个分配率 最终我们可以第二次分配完成 那么第二次分配 同学们一看 分配的金额 总金额 供电车间分了83294 而对机油车间分了36706 现在两个数以一箱加 得到的是多少 两个数以一箱加 得到的依然是12万 这不就是我们最开始 供电车间成本费用是8万 机油车间成本费用是4万 这两者相加 那不就12万吗 所以经过这两步最终达到的目的 依然是在辅助成本车间之外的数据对象 进行相应的成本分配 依然达到了这个目的 好了 这是我们的交互分配法 那么 现在我们依然 假装做一个会计 来做做账呗 好了 我们做一下会计分路 交互分配第一步 然后呢 对外分配第二步 我们看一下第一步 交互分配 第一步交互分配 辅助生产车间之间 它们自家的事 那么现在 我们根据前面的计算 首先对于机修车间来说 它需要把8000块钱 转到供电车间去 所以 代方机修车间的8000 借方供电车间的8000 这不就是机修车间 转到了供电车间去了吗 那么接下来 供电车间 也会转用部分成本 到机修车间 转到上呢 4700米 所以代方 供电车间的4706 转到了借方 机修车间的4706 好了 这我们交互分配第一步 那么接下来 直接分配的第二步 直接分配第二步 那就是 把辅助生产车间 重新归几了成本 再在辅助生产车间之外 的事业对象来进行分配 好了 所以 供电车间 83294 而机修车间 36706 再分配给这4个收益对象 生产加产品的 基本生产车间 生产产品的基本生产车间 然后呢 制造费用 然后呢 管理费用 好了 这是我们做分路 做分路呢 一目了的 好 往下走 我们作为一个小小的总结 对我们的交互分配法 首先问题们 和直接分配法相比 麻不麻烦呢 很麻烦 为啥 直接分配法一步就到位 交互分配法 还要进行一个交互内部的分配 好了 首先比较复杂 增加了工作量 其次 有没有好处啊 有好处 分配更加的精细 我们考虑了 辅助生产车间 它们相互进行产品消耗的 这么一个客观情况 所以 增加了 我们分析的精度 但是呢 也增加了相应的工作量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题 我们趁着打铁 把辅助生产成本的分配啊 咱们复习一下 看这段分析题 甲公司有锅炉和供电 两个辅助生产车间 分别为 基本生产车间和行政管理部门 提供蒸汽和电力 两个辅助生产车间之间 也相互提供产品 2053年9月份 辅助生产及靠用的情况 如下表所示 好了 这是辅助生产的情况 我们可以看出 两个生产车间 它们生产费用 分别为6万和10万 它们生产的数量呢 分别为 15000吨和20万度电 好 往下走 下面 各部门耗用的情况 在这儿 辅助生产车间之间 在相互消耗 然后呢 基本生产车间 行政管理部门 都在消耗 那么基本生产车间和行政管理部门 这是辅助生产车间之外的受益对象 实际上最终我们辅助生产车间的成本 你不管是交互还是直接 最终都要把这个成本分配给这两个辅助生产车间之外的受益对象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要求 分别采用职业分配法 交互分配法 对辅助生产费用进行分配 先看职业分配法 好了 在这个地方啊 直接让填这个表 这个表怎么填呢 别着急 我们把前面的相关资料一个一个的放出来 首先职业分配法 一步就到位 一步就到位 我们看一下过路车间 对于过路车间来说 它的生产数量是一万五 它的生产费用是六万 那请问它的分配率就是两者一相除吗 不对 为啥不对 所以我们是直接分配啊 一定是在受益对象之外的分配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数字 在分配的一个费用 过路车间六万拿下来 供电车间十万拿下来 总共呢 我们要分配十六万 现在基本上成本 还有管理费用到底如何分呢 直接分配 直接分配 先就算分配率 大家没看 基本上车间 耗用的是一万二千吨 行政管理部门 耗用的是五百吨 所以就过路车间 像辅助生产车间之外的 事业对象提供的产量 就是一万二千五百吨 所以我们的第一个分配率 那应该是 六万 再除以一万二千五百吨 那么 有了这个分配率 下面这两个数好填不 好填 我替同学们回答 咋填呢 基本上车间不就耗用了一万二吗 所以再乘以一万二 这是基本上车间 好 得到基本上成本 那么第二个呢 这些行政管理部门 耗用了多少 耗用了五百 所以再乘以这个分配率 得到我们的管理费用 好了 这样呢 我们把这两个数据就分配出来了 往下走 再来我们看一下供电车间 一胡的画瓢呗 对于供电车间来讲 我们需要分配的是十万 十万块钱 而 基本生产车间和行政管理部门 两者 共同耗用的是多少 共同耗用的是 十二万五千度电 所以 他们的分配率 应该是 十万元 再除以 十二万五千度电 十二万五千度电 有了这个分配率 再乘以这个地方的十万度电 得到基本上成本 有了这个分配率 再乘以二万五千度电 得到我们的管理费用 好了 这样呢 我们把十万块钱 就进行了区分 好 往下走 有了过路车间的相关数据 有了供电车间的相关数据 何技术能搞定不 一定可以搞定 没问题 一相加 好了 这是我们的直接分配法 下面我们看一下 交互分配法 对于交互分配法来说 从这道题目来讲 也只需要填这个表就行了 那么很多的参数 我们需要自己计算 这个表我们先放在这 最终我们肯定能把它填完 在这 当然我把这个表进行一个拓展 进一个扩充 把思路给你们再来讲解一下 好 考试的时候 就让你填这个表 那其他的他不关心你 到时候 基本生产成本是多少 管理费用是多少 你一填数字正确给你打勾 那你就能得分 至于中间的计算过程 他不关心 从我们讲课的角度来讲 中间的计算过程 我们很关心 来 交互分配 第一步 是辅助生产车间之间的恩怨勤酬 你们先几句 好了 我们看一下 过了车间 供电车间 带分配的费用 在这儿呢 直接填列 一个是6万 一个是10万 下面要进交互分配 好了 那么我们就要看一下 现在所涉及到的 辅助生产车间之间 如何来进行一个耗用 我们一看 对于锅炉车间 耗用了 七万五千度的电 而对于 我们的供电车间 耗用了 二千五百吨的蒸汽 好 在这儿 这个表格的填列 倒在其次 我先给他们做个计算 首先 我们看一下 供电车间 分配给 锅炉车间 分配多少 分配多少 首先计算一个分配率 这分配率 那你看 现在我们的供电车间 是10万块钱的成本 然后 对于供电车间来说 它的生产数量 是20万度电 所以再属于个20万度电 每一度电多少钱 五毛钱 好 你锅炉车间耗用了多少 锅炉车间 耗用的 给你们看 耗用了 七万五千度电 所以 再乘一个 七万五千度电 这样 就等于 就等于 三万七千五百元 所以 供电车间 分配给 锅炉车间 三万七千五 那接下来 锅炉车间 还要分配给 供电车间呢 你分配给我 好 我默默地接受 那我还得分配给你 对于 供电车间来说 它所有的成本费用 是 六万块钱 所提供的 产品总额 收到啥 是 一万五千吨 所以再乘一个 一万五千吨 好了 这样呢 我们得到 每一吨四块钱 每一吨四块钱 那你供电车间 耗用了多少吨呢 我们看 上面这个条件 耗用了 二千五百吨 这样 两者相乘 所以 锅炉车间 分配给 供电车间的成本 接着给 供电车间的成本 那就应该是 一万块钱 好了 那这样呢 我们的数字就算出来了 下面怎么填表呢 下面一看 供电车间 刚才说 分给锅炉车间 要分多少 分三万七千五 所以 总供电车间 减去三万七千五 那 横过来一看 那就是锅炉车间 就分掉了锅炉车间 所以锅炉车间 就增加三万七千五 对吧 那么接下来 锅炉车间 再分配给 供电车间 分配多少 分配一万 所以锅炉车间 在这个地方 就减去一万 一万 然后呢 供电车间 就增加一万 好了 这样呢 我们就把这几个数 填列出来了 填列出来以后 我们的第一步 交互分配 这就搞定了 这样 我们可以算出 锅炉车间 对外分配的生产费用 这六万 加三万七千五 再减去 这个地方的一万 得到 八万七千五 而供电车间呢 诶 这样的处理 得到七万二千五 你甭管怎么处理 自己的两个具体的成本分用之和 一定是十六万 可之前 他们所产生的成本分用之和 你看 一个六万 一个十万 两者新加 那不还是十六万吗 这个总数 没有变化 只是他们内部的一个调整 仅此而已 好了 那么接下来 开始对外分配了 那么对外分配 又如何分配呢 同学们一看 现在第二步是直接分配 要在辅助生产车间之外的 受益对象来进行分配 所以 以锅炉车间为例 那么它的一个分配力 应该是 八七五零零 分配的成本分用总额 再属于辅助生产车间之外的 受益对象所耗用的总体量 看多少 看前面 前面 基本上车间耗用了 一万二千吨 行政管理部门耗用了五百吨 所以 再属于一万二千五百吨 这得到分配力 好了 有了这个分配力 再乘以一万二千吨 得到我们辅助生产成本 再乘以五百吨 这得到我们管理费用 好了 同样的思路 供电车间 我们下去自己算 相信大家 能搞定 这样呢 我们把 这些成本费用 对外分配 给分配完毕 好 最终 这两个数据相加 依然是我们 整体的 辅助生产车间 成本费用总和 十六万 好 这样呢 这个表 就此完成了 最终进行了一个交互分配 下面第二个小问 说 说明 直接分配法 交互分配法 各自的优点缺点 并指出 假公司 适用采用 哪一种方法 对辅助生产费用进行分配 首先 直接分配和交互分配 它们的优点缺点 很好解决 直接分配 简单 但是比较出力 好 简单 比较出力 不能非常精确的反应 成本之间的耗费 而交互分配法呢 比较精确 但是工作量又比较大 咱们要分两步走 优点缺点 又来了吗 下面 到底应该采用哪种方法 回门一看 看这个地方 理由就在这儿 回门一看 对于 供电车间 向 过路车间 转出去了 三万七千五 而过路车间 转过来的呢 只有一万块钱 说明什么 说明 辅助生产车间 之间 相互的成本耗用 它们的差异比较大 如果说你直接采用 直接分配的话 直接分配的话 你就忽略了这样的差异 对吧 直接对外分配 就忽略了这样的差异 那你采用交互分配的话 这样的差异 我们就考虑进去了 借此呢 由于两者之间 相互提供产品的成本 差异过大 所以为了更加精确 咱应该用什么 应该用交互分配法 好 这是我们这条题目 那这条题目 分析到此结束 我们的辅助生产费用的分配 两种方法也由此搞定 两种方法要理解 该怎么填表 思路怎么样 前后一步一步地走下来 好了 谈到这儿呢 我们的第二支点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